做红叶韩帆的时候最重要的是 红叶韩帆的三个特点 第一个是农 第二个是纸 第三个是纸 哈喽大家好 我是我们现在来到上海普通机场 今天做日到韩国回去日本 下一次的视频是 旅游大连的我 怎样对峰叶韩帆 今天做的日到韩国的韩帆的时间是 夜里1点25分 上海普通机场起飞 早上五点钟到 东京有点机场 飞行时间是两个半小时 下一次的视频给大家介绍一下 做红叶韩帆的时候 我带什么东西 还有这些是红叶韩帆的特点 不喜欢红叶韩帆的人 通过吃饭食品 参考一下 怎样对峰叶韩帆 小时发我非常喜欢做红叶韩帆 基本上どうぞ红叶韩帆 去海外旅游 比较少 2020年3月份 回到日本东京 然后4月份 一二八里道 五月 老欧 晚上 全部在新里 六月份 马来西亚 吉隆邦 还有新西兰 奥克兰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11点半 马上开始 入大香港的既既 接受 办理 吉隆之后 我讲一下 为什么 那么喜欢做红叶韩帆 我现在用皮皮卡 来到77号的贵品信 接下来讲一下 做红叶韩帆的事情 我觉得 做红叶韩帆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心理的问题 怎样从下飞机 就开始全力享受旅游 总之 努力在飞机上睡觉 我觉得这个事情 其实非常重要 下一个是我做红叶韩帆的时候 到底要带什么东西 我每次带的东西 总共有六个 第一个是这个口角 因为飞机内的湿度 是大概20度左右 20度是跟沙漠一样 所以飞机内 是非常干燥的地方 建议大家 飞机内的时候 带口角 第二个是眼角 我用的眼角是这个 这个眼角是 无意难平的眼角 有的红叶韩帆 起飞风 不关灯 这样的时候 只要带这个眼角 比较容易 睡觉 第三个也是眼角 第三个的眼角 是这个蒸汽眼角 我用的是 在日本的富二万的 蒸汽眼角 我喜欢的是这个 看到见吗 幼稚的味道 接下来第四个 第四个是这个 耳赛 看到见吗 耳赛 机内意外很吵闹 所以我每次睡觉的时候 用这个耳赛 只要带耳赛 什么都听不见 所以比较容易睡觉 做红叶韩帆的时候 带耳赛睡觉 是一个关键 第二个 第二个是这个剪头 这个剪头也是 无印良品的剪头 连价航空没有提供剪头 所以我自己带 无印良品的剪头 每次这样的靠家 剪头睡觉 脖子也不等 可以舒服的睡觉 还有第六个 第六个是这个 毛弹 我们西方去东南亚旅游 有的时候在机场睡觉 这个毛布是非常方便 可以放松的睡觉 这个也是我一定带的 毛弹 介绍的总共六个东西 是每次做 红叶韩帆的时候 一定带的东西 第一个是口角 第二个是无印的眼角 第三个是画板的剪辑眼角 第四个 耳塞 第五个这个剪头 第六个这个毛弹 直接的时候选择靠窗户 可以靠窗户睡觉 我觉得靠窗户的位置 比通道容易睡觉 今天是两个半小时的飞行 三个后就靠窗户睡觉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飞 不知道 所以我每次选择靠窗户 做红叶韩帆的时候 绝对不可以的事情 这个事情是穿牛仔裤 牛仔裤是非常紧 不容易睡觉 对身体也是有负担 很松的 sweat那种的裤子也是非常好 当然今天也是我穿 Nike的一个sweat的裤子 下一个是红叶韩帆的三个特点 第一个是能够优秀的用时间 红叶韩帆的最大的特点是 睡觉的时候可以去目的地 所以能够用剪一天的网 比如说周末两天旅游的话 礼拜五下班就会去机场 礼拜五的晚上坐飞机 然后礼拜六的早上到达目的地 礼拜六早上到达就开始玩 前两天的时间 所以第一个是能够有下的用时间 第二个是机票便宜 其实想坐红叶韩帆的前隔 比白天的飞机小 而且航空公司也设定 红叶韩帆的机票比白天的机票便宜一点 而且能够节线酒店费 第三个红叶韩帆 全个又小又安静 机机出进的休息的时候 人不多 不用很长时间排队 今天也是机机的休息五分钟 出进的时候也是 不到十分钟就到这个空气去 而且飞机内也是非常安静 坐红叶韩帆的时候 大家都睡觉 第一个是能够有下的用时间 第二个是机票便宜 第三个是全国又小又安静 下来是坐红叶韩帆的三个图点 下来的时间是夜里十二点十一分 我们的暂地时间是十二点五十五分 还有四十分钟左右吧 所以在贵宾期喝一罐啤酒 然后复饭之后 需要喝假象云新年纪 多久六十一号登机 可准备登机 是总的 是在睡觉下来的 就是一会儿 很开心的 爬得着 爬得着 快点 度声 突然 今天是車輛的車輛, 車輛3列3列, 車輛3列, 車輛3列 合計で180席の飛行機となっております 今途上が始まって5分ぐらい経っているんですけど 今1時ちょうどでございます 乗客はですね、9割以上が中国の方 日本人はね、ほとんどいないですね あとは少し欧米の方がいるような感じですね 今放送が始まりました この方向もね、中国で行ってますね 今ね、外側上がっておりまして この四匹の大阪から来ております で、雨でね、ちょっと遅れるのかなと思ったんですけど 予定通りに到着いたしました ちなみにですね、一昨日ぐらいですかね 発表されたニュースがありまして シャハイ空洞空港は 世界大観光の定時出発のようになってきまして 結構ね、思っていてもいい成績なんですよね 今時間が12時59分です 7割ぐらい、登場が終わっているような感じですね 僕はね、もう1位なんで そろそろ枕とアイマスクして寝る準備になります 皆様、みてへようこそ ここはフィーバー、MN89便、羽田空港駅です 今まもなく致しますと、バーが閉まります 下が閉まりますと、電波を走る状態の電気機が 市販する行為として、取りを使うことになります あらたじめを切らせんとします 朝食の次の日常に入るので お客様に入っていかないので、 今日の日常の日常ではなく、 お客様が全部入ってるので、 こんな感じですね 海外に入れるのをやってみて 最初の日常は、 こんな感じが分かったです 数時間を通ったり、 全然走る時抜かりました 我也是有同一位 就不用客氣了 我也是有同一位 我也是有很好的 我真的很有太太 這是我們可以多吃 你在那裡吃 是翔東洋迪 отнош,新水中止 抱歉東洋迪這名湖南西南西洋迪, 在東洋迪深通中進, 一人半的飛行,但他就在最快樂, 在羽田到達まで残り30分のところで最終着陸態勢の放送が入った時に 一回目が覚めましたけど あとは着陸まではずっと寝てました 空飛ぶホテルのように寝てる間に上海から東京に移動できました さっきまで上海にいて飛行機で寝て起きたら東京にいるって不思議な感覚ですね 今回もアイマスク、ブランケット、耳栓など使って寝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ので 結構快適にな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機内がちょっと暑かったのでこの黒のパーカーを脱いで寝てました 飛行機はたまに暑い時もあるし結構寒い時もあるので 脱ぎ着できる服装が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改めて思いました 今回こんな感じで深夜便対策のフライトについて終わりに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なんで新宿にいるかと言いますとこれから箱根の方に向かいます 先ほどチケットを買いまして朝7時のロマンスカーで箱根の方に向かいます 8時半ぐらいに着くのが足のこと箱根神社の方に向かいたいなと思います じゃあそんな感じで今回は終わりにします じゃあバイバイ 私もアコネニゴの雪です 社外の生存と変形を答えますので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